中国宣布展开火星探测任务 四年之后会发射探测器登陆火星 美国多部火星探测车先后登陆火星 未来会加入这片赤红色大地探索的 还会有中国的探测器 由于发射前往火星的最佳时机 即是发射窗口要等26个月 即是每两年多才有一次机会 国家航天局表示正是制定工程计划 目标是要在2020年左右 发射一枚火星探测卫星 我们关注的像火星上的水 却引述荷里活的电影剧情 说未来希望与美国合作 我看到美国派的片子《火星救援》 就设想了中美在遇到紧急状况下 采取的火星救援活动 也就证明美国的同行也特别希望和我们合作 国家航天局也说 探月的上河4号 长征5号和长征7号 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等等 将会在今年实现 无线电视机载 尖前明报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